Hello my friends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是畫一張畫 然後順便解釋 竹林中有三隻小鳥在飛 三隻小麻雀 因為我們都學過那三隻小麻雀 我們就看看怎麼放在 一張畫裡面 竹子裡面 那個竹子學過了就很簡單 先畫竹子 竹子 然後接著呢我們就 布 因為麻雀它站在枝上面 所以呢 這個枝呢我們可以畫 稍微粗一點的 枝 一只穿过它 穿过它 从这边出穿过它 所以麻雀可以站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了 那麻雀可以站在这里有一只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一只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請順便複習一下 我們怎麼畫竹葉布局 那我們現在呢 放竹節 節剛才應該先放 都可以 先放後放都可以 我們現在主要的這個先放上去 放上去了以後呢 我們現在就不要先畫竹子了 因為竹葉竹子畫好了 你就要放鳥了 你現在如果呢 就放竹葉下去呢 會把那個鳥擋到 萬一放不下去就不好 當我們把竹子布好的時候 先把小鳥放上去 你可以先用鉛筆 鉛筆先把它畫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畫小鳥 這隻小鳥 他往這邊看 這邊回頭看 這是要降落的 可以從現在這一隻就畫 好嗎 現在 要看 有些事 在這裏 其實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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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另外一只这样才不会有点漏掉什么东西 虽然我们画得很快 虽然画得很快 这只马蝎就出来了 然后现在呢就另外一只 它回头看的 也是这个头转过来 然后它的肩膀 这身体呢像画叶子一样 顺便大家复习一下 我会放 我会放 谢谢大家 他講話互相互印 叫他趕快來降落吧 這樣這一支就可以 你這邊可以試殼子 給他點個按段 這個地方你要畫不畫都可以 下巴要畫不畫都可以 然後這個腳 把嘴巴沾一下 上色 然後你可以試殼子的點個鼻孔 好接著呢 這一支 這一支也是現在的頭 身體 身筆兩筆一筆都可以 尾巴呢你可以從下面往上畫 下面往上跳 然後肚子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順便弄個耳洞 這點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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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腳呢 站在這個枝上面 另外一隻腳呢 看不到 所以只有一隻腳就好了 這就站在枝上 然後點他的 雀斑 現在呢 現在呢我們看這支站的呢 這邊很多白白的地方呢 你可以給他四殼子的加一點點 刷一點黃色 他就把這支小麻雀 因為他這個呢 我們不是只有表現鳥 我們是在竹林裡面 所以呢 把他姿態 好 形狀 畫得可以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呢我們就開始來畫竹葉 這個我們 因為這個地方呢 不能被擋的 我們就要先畫 現在畫完了以後呢 好 開始要畫竹葉了 竹葉呢大家也順便複習一下 蛋末 濃末 我們先從下面的畫起 從這個地方好了 那我們可以再給他多一點 這才有一種下墜的感覺 就這樣 好 我們先布他這個 末梢的地方 等一下呢我們再看整體的布局 怎麼樣我們再加 這樣的話 這個地方呢我們就可以來個蛋的 等一下我們再加蛋的 等一下我們再加蛋的 好 因為我們這個要讓他有種下墜的感覺 這個竹葉 因為鱗鳥站在上面了嘛 所以呢 竹枝呢被他壓下來了 像我們這個呢 就構圖上呢 我們就可以看 在哪裡構 應該再加什麼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細枝加上去 這個地方呢 可以再加一個 因為他往這邊的水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往這邊的長 像這樣就很好看了 你看這個我們加了水 它的那個竹麥就看到了 好這個就看到了 嗯 然後這個下來 你也可以先淡的 比先推一點點濃的 它也是照樣 可以呈現出它的層次 或者是你現在淡了再加水 你就可以在這邊呈現出淡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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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這個地方呈現出來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 大體上的構圖呢 鳥跟竹葉呢 都能夠搭在一起 不會互相沾他們的那個 好這個地方呢 再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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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戒指 然后呢 戒指上面也可以来个个子 不一定说个字上面一定戒指 像这边还很空了 这又有点平了 那我们就要破 要把这个直线的破开 这就破了 那破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这竹枝呢 刚才已经先布了 所以呢 你现在这边可以加竹枝 给它串联在一起 这个竹枝跟那个就在一起 那这样整体上呢 都已经好了 因为它上面还有竹叶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加 加一点竹叶 因为它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淡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 你如果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 你如果要有细枝也可以加一点 就适合直的把那个细枝 这样穿上去 这就不会好像叶子都掉下来 好 整体上呢 我们这边这样就完成了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像这种提字呢 就提在这里 好 提字就提在这里 落款 在这边就蛮好看的 嗯 这就又简单 又好看 又有趣味 好 刚才呢 我们教过这一幅画 可是 那时候还没提字 也还没画这一个 好 你们都看到了 那我们现在就提字 先把它提字 好 就是忧游至得 喜细灵烧 好 就是这三只鸟 非常悠闲的 很快乐的在树梢上游戏这样 这一个呢 在那边等着他 这个叫他说快点来快点来 他就要来降落 跟他喜细灵烧 好 那这个落款 这个字写好了以后呢 就提字啊 落款 这字呢 就可以把这个 这一个整个画的画面 充实一点 好 那现在我把这一部分呢 这是加的 刚才你们再仔细倒回去看 发现没有这个 那构图呢 就不够完美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再把它加 这一个地方 好 这个你们倒回来看就知道了 加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整个构图呢 都非常漂亮 你看 有深的 好 有浅的 而且这个呢 竹梢都已经出来了 好 这就 这个就是一张完美的图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整体上这张画就完成了 好 大家都很快乐 我们也跟着这三只小麻雀呢 非常高兴的 过日常的生活 这就是艺术 生活与艺术的结合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歌堂就交到这里 我们下个下一次再见了